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宇華出席網上電台節目 回應年輕人對房屋政策的訴求 他說政府推出新居屋是實而不華的上車盤 買樓門檻低過治安心單位並不是抽獎 只是方便市民置業 又說年輕人尋求生活安穩、置業安居是好事 不過這個未必是終極目標 是否有樓才有幸福要想清楚 對於年輕人一到18歲就計劃輪候公屋 他說公屋是給有需要的人 剛剛成長的青年人 要考慮是否需要這麼快就入安全網 如果青年人努力一段時間 發覺未能成功置業先跌入安全網就可以理解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如生不得